讲藏传佛教中的死亡中因与转世 那接下来朱博士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 各位小伙伴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打在对话框中 或者在朱博士分享完之后 开麦开视频跟我们朱博士交流互动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朱博士 Hello 各位大家好 那我叫朱佐 现在是台湾佛人大学东教学系的博士生 因为我是属于跨专业 然后现在在学习宗教学的 因为我的本科学习的是艺术文理 然后我之前的硕士是集中在 新传跟大众传播的专业领域上 对 那接下来呢 其实呢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那具有这一次的机会 可以在线上与各位分享 关于藏传佛教的死亡中因还有转世 因为呢 时间一定比较有限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可能会集中在中这个内容 和大家进行一定的探讨 这一份的PPT呢 我是准备给我的硕士生 还有大三大四的选修 三传佛教专题的学生 准备的一个课程内容 所以有一些文案 它可能会涉及到宗教学的专业术语 我担心大家可能有一点会看不明白 所以呢 我会加以诠释和展开 那如果哪里有讲的不够好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或者是您觉得有一些奇异的地方呢 我们也欢迎随时可以交流 知道 好 其实呢 在藏传佛教当中 其实跟我们汉人是一样 对待死亡的话 都是充满着敬畏跟好奇的 那其实藏传佛教的藏族人民 对待死亡的话 可能听说 大家听说的比较多 或者了解 看到的比较多的是天藏 其实呢 在藏传佛教领域当中的话 它的最高的级别是塔藏 塔藏的话就是把内藏 把内藏经由口腔或者是肛门取出来 填充中草药香料 进行特殊的处理 那还要使用水银冲洗肠胃 那还有用一些 藏导水 还有藏红花水 进行灌洗几遍 那其中的话 还要用那个藏 檀香 檀香木 还有藏导丸 红花呢 就是我们用那个泡盘水之后 能够擦拭它的全身表皮 最后用丝绸 或者是那个托逆金被 进行包扎 然后最后给它刷上袈裟 那托逆金被呢 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它是藏传佛教当中的圣品法器 其实就是把它给 就是在于 在于比较信藏传佛教的来说的话 可能会说 我披上了托逆金被的话 时候可以得到更好的往生 那整个的被子的话 印则是梵文啊 佛经秘咒 那还需要有一些高僧 进行一些加持护法 那在清朝的皇室当中的话 最近应用的会比较多一些 很多拍卖行呢 也有曾经拍过这一类的藏品 价格都是百万人民币以上的 那这种塔葬 跟我们汉地的露生菩萨的 做纲啊 有点类似 一般只有那些高僧啊 佛佛 那才还有一定有社会 或者是民族地位的人 才可以使用塔葬 但也是很极为少数的 那还有就是类似在汉地的 河南松山少林寺的门口 就有一片塔林 松山少林寺的门前的塔林呢 它都是历代的少林寺的 方丈住持的灵塔葬 但是大家如果去藏地旅游的时候啊 肯定会经常看到 就是白色的佛塔 但是呢那些佛塔呢 并不是说所有的白塔 供奉的 或者是里面的都是人体 大部分呢 还是保存着重要的佛教经典 还有百姓供养的菩萨佛像 那最常见的话 其实还有我们的水藏 可是水藏的话 大家如果说有藏族的同胞朋友的话 可能会知道 他们是从来不吃任何的 就是水产品水生物的 所以还有一种叫做树藏 树藏的话也比较常见 但是呢在云南呢 还有一些 云南啊 还有一些四川 跟藏族人接触比较多的 这样的一些藏民 他也就被汉化了 那导致了 现在有一些藏人 他们过世之后 他们也开始立碑 去年李连杰在台湾有一场 他的新书的 他的第一本书的发布会 那熟悉的人都知道 他是比较虔诚的一个藏传佛教徒 他有两位根本上师 一位呢是来自我们国内的 四川瑟达五名佛学院的副院长 慈臣罗珠看部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我们世界上最活跃 跟最根井时尚潮流的佛佛 来自布丹萨迦派的 宗大清哲仁波切 李连杰就跟他的女儿 还有他的爱人说 他的死后不会立碑 然后呢他会选择藏传佛教的 水藏海藏或者是树藏 对 好的现在我们就来 集中介绍一下中英 那首先呢这个词来源于 有一本书叫做中英德度法 那这本书叫做西藏度王经 那还有一本书 大家可能有听过叫做西藏生死书 那他这本书 西藏生死书对于中英的话 也有一点的介绍 就是藏传佛教关于人死后 会发生什么的一本经书 佛教不论是汉传佛教呢 还是藏传佛教都属于大乘佛教 主要呢就是以解脱众生的烦恼 痛苦生死 祈祷众生呢 转迷开悟啊 为根本特征的一种宗教 它有两个很基本的一个教义 一个呢是阐述人生现象的本质 指出解脱人生的苦难的途径 还有一个是人生应该追求的 一种冥想境界 第二个呢就是从探索人生的问题出发 紧接着探索人与宇宙的交涉问题 形成一种缘起无常无我的世界观 所以呢今天呢我想要分享的中英呢 也是在告诉大众如何以苦得乐 是一个比较能让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那介绍中英呢又不得不介绍一下 莲花生大师啊 这是他是藏传佛教的一个主要的奠基者 他是八世纪从印度陆藏红法 创立了西藏的第一座寺院 那很多纯世的藏文显宗密宗的经典 都是由他从范文翻译成藏文的 中英得度法呢就是他向弟子 有一位叫做一息错家的一位弟子口述的 那口述的内容呢就是从人从生到死 再到投胎所经历的各种的 各种各样的一个中英的状态 以及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解脱 那这位弟子呢就把这些内容整理 记录成册并且翻译成了藏文 藏语呢叫做巴尔多托多 那其实这本书差点就没有留存下来 因为有了解过历史的小伙伴可能会知道 公元的八三八到八四二年西藏 经历了朗达玛的灭佛运动 那这个时候呢 寺院跟佛经就很多被焚毁啊 僧人被杀呀被流放或者是被迫 还俗的有非常非常多 那藏传佛教就元气打伤了一次 莲花生的用福藏的方法将其隐藏在了山洞里头 或者是把它刻在了石头上面 那后面呢希望就有缘人能够把它重新的发泄 并且发扬光大 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莲花生大公大师啊 使用了一种叫做石藏的一种方法 石藏就是认识的石 西藏的藏石藏 就是把这种经文藏在了某一群人的一种意识深处啊 日后呢 在石藏成熟的时候 他们就他们的智能就会被就是突然打开 从中心打开 被埋藏在他们思想深处的经文就会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 那《中英德度法》呢 这本书是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是突然的啊 就是就活跃于人间啊 突然面世 1927年呢 是有一位热爱东方的那个东方学术 英国人类学家叫做伊凡斯文兹 他认为呢 这本书是最有研究意义和历史参考的书 所以他在西藏待了很久啊 就待了这一本书 那回到了欧洲 那他这本书的时候呢 他这本书啊 他这本书那个时候因为 他是先到了印度 印度还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那个时候 但是呢他又找到了一位 我们藏族的一位喇嘛 具体的名字我忘了 然后呢那个他就找到了喇嘛 然后呢他就告诉大家 他就把这本书带回欧洲之后的话 在西方世界呢 引起了比较大的一种轰动 他是这么介绍的 他说当初这本书呢 向西方人民揭示了一种 唯有东方人才通晓的生死之学 那他对这本书的翻译啊 没有很准确的把中英得度 用英文表达出来 但是呢他却聚集了战后的西方人 感兴趣的两大话题 一个是我们遥远神秘的喜马拉雅 让他们可以暂时逃避后 创伤的西藏 那第二个呢是有一种敬畏跟恐怖 和还有包裁哲学色彩的死亡话题 那就这样呢 这本书呢吸引了很多 西方那个学者的注意 然后呢也成为了就是西方生死哲学 这个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书目 那1935年呢 这一本书的德文版出版了 是那个 此后呢 那如果说群里面有 或者是今天 在线上的小伙伴有学心理学的话 可能就会知道 然后是卡尔隆格给这本书做的一本序 他说到自中英得度出版以来啊 一直是他长年不变的伴侣 隆格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啊 还有他的一些个人潜意识啊 集体潜意识 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与之相对应 还有联系的概念 隆格不认为人死了之后 一切都消失了 他看到杜王军时呢 非常的兴奋 那作为一本可以超度亡灵的经典啊 他那个 他还有杜王军还有之前他里面有说到 从死亡过渡到新的生命体啊 本身所体现的就是城市的痛苦 与暂时的解脱 隆格认为呢 这与他对灵魂和精神的重视不合和 人死后 人死后与精神对立的身体或者物质 他已经不复存在了 此时呢 心念的控制在过度的礼仪中 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个就是稍微给大家 介绍一下 这本这个中音这个词的一些来源 好 那 你可以大家看看第二页的PPT 他有说到 在死亡民观停止 不动不管多久的结束时 会在其中向小畅 这本的PPT的 你需要播放一下 就是到第一页第二页 哦这是第二页 对对对 我已经这个 对没事 我会跟人啊 然后呢 呃 这就是从光明光在起的开始 在此时 最细气与最细心理开心中 已开启的红白菩提 而相关一出 露体被流下 而中音声出现了 在同一时候呢 心中的白菩提心往下降 在男女根处流出 红菩提相声 出现在鼻端 那这这一段话呢 是就是我刚刚说的 中音得度法 它的一个一个原文 这个解释呢 其实我们其实也挺好理解啊 中音的状态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死后啊 灵魂脱离肉体的那一段时间 从此一生到下一世 比如说我们这一生 在转换到下一世的时候的过渡期 这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呢 既不是人啊 也不是神 更不是鬼啊 那这个阶段呢 就叫做中音声的阶段 之前像我们很有名的 南淮景的国学大师 南淮景 还有台湾很有名的 易经大师 叫做曾世强啊 都有对这个中音声 有的很好的介绍 跟诠释 这段话呢 还有个叫做红菩提 跟白菩提 那个肯定有一些朋友啊 就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 那这里说的并不是我们大宗人所知的那种文丸首串的那个菩提子那种植物 而是代表我们女性还有男性的私处所流出的液体 对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属于我们藏传佛教的密宗里面的一种东西啊 那同时的话就是 我看到有一位同学他有发问一个问题 那那个我们可以一会儿结束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统一回答一下各位博士啊 还有各位同学 那藏传佛教的话除了红白菩提之外的话 他还有一种叫做甘露丸的东西啊 甘露丸 还有他是五甘露 那据说呢他是有功德成就的修行者啊 他们的排泄物啊 他是有弹箱子的一种味道的 那甘露丸的话包含了五肉 五种的那个肉 还有五甘露 那其中就还有那些包含了 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活佛啊 或者高三大德的大小片 红白菩提 还有老妈的脑 就是脑髓啊 脑髓也会添加进去 然后后面去制成一种 那个甘露丸 因为呢天葬啊 大家听说过天葬的话 天葬的话它是 呃有一些藏民把它 死后的话把它漏了尸体 或者是把那些活佛的尸体给剁成一块一块的 那那个 然后呢再再把那个再丢给 突就使用 那这位同学问到PPT 因为我会我会跟着这个内容啊 然后会进行我的PPT的一些滚动 好 那我用了一张图片啊 可以大家可以知道大概我们的中音声的阶段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生理意义上写的 我们说的 我们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瞳孔开始放大的时候 啊我们的灵魂就开始呃就不知道不知道飞到哪去了 就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是一种中音声的一种状态 对我刚刚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甘露丸还有什么东西哈 嗯 那呃 如果说呃 就是各位哈有听说过有听说过那个亲身经历哈或者是听他人在讲述这种灵异事件的时候 确实又很难用别的方式去解释这其中的一些呃道 所以呢宗教学的研究呢会被蒙上一种充满玄学的色彩 那这些文字的表述呢很多也是一些专家学者啊进行一些大量的田野调查 之后得到的实践结果那肯定就会有有朋友会问啊那难道所有人死后都会有中音的状态吗 那这个呢可能就不得而知了嗯那 其实大家就想说的是呃 好那我们再看到下一眼呃中音声的实质音 它作为死亡光死亡明光支撑的气有五色光是中音的实质音 最细持命气本身的颜色是白色的那它会放射出白红黄 绿蓝一种五种的光那呃 下面一页是我们这个中音心中音心的助缘音 持命气也是中音中音心的助缘音 死亡明光心是中音声的助缘音和中音心的实质音 中音状态以此有据人形的气声就实质的形成了 很像来世要出生的样子 你和先前业力果报的前世旧的五云分离了 那这个时候啊 什么叫做跟来世要出生的样子是一样的 这类学者呢比较赞同中音声的状态呢 看来更像是一种婴儿般的那种模样 对那这就这段话里面还有一种叫做五云 什么是五云呢 五云叫做包含了色受想行识 也就是感知思想行为还有意识 那心经有一句话啊 里面有句话叫做叫做摄粒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色欲呢就包含了五根和五径 眼耳鼻舌根色身香味触境 这些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呢 的话都是因缘而生的 无自信无实体不得不可得 因此本性为空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理现象 它是不固定的 不可永恒把握的 他们都是一种依赖着某种条件 而暂时存在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页 中医生的话就是说 我们可以中医生的话 佛家有叫做六道轮回 那中医生有来世身体的形状 不论是身在地狱道 恶鬼道 深处道 人道 还是阿修罗道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人道 那藏着佛教当中有很多的经典 他们也会说到 叫我们千万不要执着于说 我们的下一个的转世 还是要当人 那有些人他就执着于说 不行我得投胎在人道上面 那其中的话就是 大家还可以看到 这一页的PPC有一个叫做阿修罗道 什么叫阿修罗道 大家可能就是其他的话 几个可能大家比较好理解 那阿修罗道呢 我这边做一点补充 阿修罗道呢 因为它又叫做天魔道 非神 非鬼 也非人 那他鉴于神鬼人之间的 但是呢 阿修罗道的 他比较 就是 转世为阿修罗道的这些 他比较容易嫉妒他人 但是他的生活的话 会如天人般的幸福 当然他又比较自私自利 但是呢 阿修罗道的话 他的层次很高 属于三个善道 善然的善 那这三个善道呢 就包含了 人道 阿修罗道 还有天道 那他们都属于 我们叫做一个善道 并不是恶道的一个 一个三道之一 那阿修罗道的话 他要积累很大的福报 我们在轮回的时候 才会到 阿修罗道上 那 现在呢 这个社会 有很多的 就是大家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 可能独生子女比较多 有特别多的精致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有说 大多都是有阿修罗道 然后呢 我们这一世 转世成人的 但是呢 我们在轮回道里面的话 是处在阿修罗道的 那再补充一个 就是阿修罗道呢 非常容易呈现一种中性的状态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 同性恋跟双性恋 从生理到意识层面 它都是属于中性的 虽然呢 并不是全部同性恋都是这样的 那但是呢 其他道 其他维度的人 他很容易受到阿修罗道的 阿修罗道 转世成人的影响 所以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或者身边有同性恋的朋友 或者是自己就是的 不难发现 同性恋者的话 他一般很容易影响到别人 影响别人的行为 所以呢 在同性恋群体里面 有非常多很优秀的人才 在行业里的表现 也特别的出色 因为在欲界 欲望的欲 在欲界当中 阿修罗道是最高的一层 他的能力是最强的 但他具有两面性 他不认可因果 他不觉得说 他不觉得说那个 所以他觉得说 在善跟恶 都可以在阿修罗道的人身上 都可以体现 他身上既有善的一面 他还有恶的一面 所以这个呢 我们也就不再展开了 因为光这个阿修罗道 还有跟现如今的多元性别社会 我们都可以专门讲很久 好 那我们再到 第七页 第七页的 比如这是中英生的自然化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个的话 主要就是 大家可以稍微看 我可以念 在那个时候 如前所解释的 景象星 增上星和成就星 以相反的次序出现 黑镜成就星 以逆转的次序 开始出现时 死亡明光停止和中英状态的取得 是同时产生的 因为像大臣和小臣的阿比达摩 和无助的菩萨蒂 有很多书都讲到 死亡的停止和中英状态的取得 是同时发生的 就像一把秤 高低两端的上下移动是一样的 还有呢 因为中英生是自然化生的 其主要和次要的肢体 都是同时被生成了 还有我们这一个旁边的 有个配图 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关于我们刚才上一页说的 我们的六道轮回 这段话其中的话 有一个叫做无助 无助的话 是古代的印度的大成佛教 他也是一位论师 著名的佛教的哲学家 那是印度的最高属性 那我们这部门的PPT 还有他的 很多的介绍 中英生的逆转过程 什么是中英生的逆转过程呢 他们在取得 立即产生的新黑进程 就由于 从这里 就开始增长新的逆转 会出现景象星的 过程 不好意思 请问是你那边的 直线化不是很好吗 在此时呢 从黑进程到 是有点卡吗 对 是有点卡 有没有声音好 对 刚刚是一直有点卡 现在 还是有点卡 现在还会吗 现在 还是有点卡吗 现在好 好 那我就先继续了 好 那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即使打断 我都可以 好 这一页呢 我们讲到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一个 刚刚说的一个中英生的 一个逆转过程 好 那在下一页的话 是中英生的一种逆转顺序 就是我们 人死后 他到中中英生的时候 他有个状态 他有个顺序 那 这里面的话 可能有一些 他的词汇 确实是 是藏传佛教当中的 那个 就是 一些 一些密宗 或者是显宗的专业术语 大家可能听不太明白 那 他的顺序是这个样子的 我按照顺序 明光 黑镜成就 红增上 白景象 苏油灯焰 引火 烟雾和阳焰 也就是说 这几个 就 就这 这八种 这八种的话 都是我们死后的 中英生的状态 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感知到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产生的顺序 逆转的顺序 就是由这 由这八个 开始的 那 这个配图的话 是我刚刚有说到的 莲花生的大师 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人死后 并不是说 马上 就能够投胎转世的 那 很多佛教信徒 有个愿望 就是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 中英生 这个阶段就很重要 如果能把握住 就能够得到解脱 人在死前 会快速地 把这一辈子 我们之前 经历过的 不管是做的好事 还是坏事 跟幻生片一样 然后快速地 在脑海当中 一页一页地 浮现 跟翻阅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你们可能会看到 大家如果说 在时候 可能会看到 会有已经过世的亲人 或者是爱人 来接自己 还有就是呢 他会浮现 我们刚才说的 中英文武百尊 中英文武百尊 就是包含了 42尊的文尊像 跟58尊的五尊像 共计100位的佛菩萨像 会在你的脑海当中 去浮现 那寂静像 跟愤怒像 就寂静像 文尊的佛像 就还好 它长得 就不是那么的可怕 但是呢 五尊啊 我们说 确实有的时候 面目非常的可怕 跟真灵 所以大家呢 去藏传佛教 寺院参观的时候 会看到有很多 这种面目猙獰的佛像 它有别于 我们汉传佛像 我们汉传佛像 可能就四大天王 比较面目猙獰的点 比较可怕的 但是呢 在 藏传佛教当中 有很多的佛像 它示人的状态 是一种比较 怒目远远真的 那种可怕的 那种的样子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肉体啊 其实是 就是我们刚死后 的中英生的时候 我们的肉体 就是按照 藏传佛教来讲的话 是很不稳 很不稳定 跟稳固的 所以呢 千万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害怕 那人死的时候的话 还是会有很强烈的 求生的意识 这个时候 我们的胸口 还是温热的 那所以呢 呃 不要太担心 那身边的亲人啊 如果说大家有信奉啊 或者觉得觉得 可以进行一个分享的话 可以 这个时候可以安慰一下 自己的亲人 让世的安心 一路走好 那如果说太为恐惧 或者是很容易动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 就不会出现中英生的状态 你就会马上进行 投胎跟轮回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的话 一定要定心跟静心 耳边的话 你可能会听到 那些佛号 佛号就类似 南无阿弥陀佛 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佛号 那佛菩萨呢 会来接应你 往生极乐世界 也不受轮回的苦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浮躁的社会当中的话 慢慢沉淀 学会保持的定力 就显得还挺重要的 好 那再看到下一页的 我们的页面 基本圆满报生 基本圆满报生 就是中英生啊 会生 中英生会到处冲着 冲着投胎处 和其赖以滋养的香气 中英生有光 从气得到最细 最细一生生 已经舍弃了 由四大 与厚重的血肉 等等所形成的 粗糙肉身 被称为基本圆满 有转化成 转化成圆满报 如果是那边的 天后又不是 还能接 天后博士 我这边还有卡吗 还是就到现在的网络 刚刚有点卡 还有一种选择 那不会太卡 就好 你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把摄像头关掉吗 摄像头关掉 可能会流畅一点 对 现在就是有点卡 好的 可能要结束共享之后 才能停止视频 没关系 那大家现在会好一点吧 现在确实好了 现在就是已经 这个关闭设想 可以试一下 对 好的 那我就接着 那大家 就是 对对 那个不用看 我也不重要 对 其实跟大家介绍一下 中英的 现在的 我们来到的是 中英的描述 就是中英的特征 这一页的PPT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 第一个特征是五根聚全 第二个是 因为是化身的 所以主要和次要的肢体 都会同时具备 第三是 因为是微细生 所以甚至连金刚钻 也无法将之摧毁 第四点是 除了像自己的出生地 母亲的子宫之外 大山 围墙等等 也不能去阻挡它 最后一个是 借由业力的力量 可以瞬间 就前往要去的地方 对 这个的话 应该和大家 比较好好理解 就是说 我们中英生 产生的时候 我们 就是对待那种 就是 中英生的那种 投胎 转失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因为你的目标感 和那个 很明显 然后你的使命 也很清晰 寿命 中英生的 最长的寿命 是七天 但是呢 当转失的因缘 都已聚足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 得中英生 就立刻转失 投胎到下一世的例子 所以呢 寿命是不定的 如果在七天内 转失的因缘 都不聚足 在第七天 要结束的时候 中英生 会发生一次小死 而又再一次 形成一个中英生 吴助在 第一论中提到 像这样的七周过去后 再投胎的因缘 一定会聚集 转失呢 也必然会发生 大家应该 肯定有很多 从大家的一些 人生阅历当中 可能会 肯定会知道 很多地方的人 是死后 停失三天之后 再下葬 因为呢 那个时候 我们的意识啊 是基本上 是圆满脱离的 中英生 那个时候 不知道自己 已经死亡 所以呢 这个三天后啊 人祭奠一世 跟那个 桑里桑里 其实呢 意识状态 还是能感知到的 三天后 所有的意识 就会全部从 我们的肉身啊 包括那个 离开我们的身体 嗯 这一页 你讲到的 寿命最长的是七天 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有听到 头七 做七 其实呢 这个词 就是来源于 那个我们 佛教的 头七死去的时候啊 头七的那一天啊 死去的亲人的魂魄 会回家来看一看 我们的后人的话 在世的亲人 会准备好吃好喝的 等亲人来享用 那我后世 后世活着的人 最好要回避啊 睡觉的话 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如果让过世的亲人 看到家人 他就会很不舍 很留恋 很留恋 人世间 他不利于他的转世 所以后人在这个时段的话 逢七的时候 都会有很重要的仪式进行 最长的话 就是七七四十九天 那这也有讲到 关于在第七天 要结束的时候啊 中医生小死的形态如下 中医生的气声 逐步在心处顶部 与底部聚集 就像从周遭 往镜子聚集的气息 中医生的八时 指引性概念和心 这个指引概念心和 作为其称 称持的气 开始消融 那接着的话 中医生的四真后和四空 很快就会出现了 死亡名官会跟着到来 之后作为死亡名官 支持的气 自从中医生的十字音 中医生的气声 就有如前面讲过的 那样形成了 和取得近成就心意 转过程同时发生 不管还留在中医生的期间 经历过多少次的小死 还要被放入中医状态 而非死亡的状态 那无助在地论当中提到 纵然中医生看到 自己前世的肉身 由于已经和这个身体 切断了所有的关系 所以不会认为 那就是我的身体 也不会想要进入 那个身体中 也就是说 我们死了之后 我们的灵魂 已经脱离了肉身之后的话 我们看到了自己的 就是这一世的尸体 病人的躺在那儿之后 我们也不会去想要 再重新回到 之前的那个身体当中 对 好 七天 七天刚刚也是 刚刚也有讲到 有些诠释者说 说过 中医生的寿命 是七天的说法 这是指六道中 个别道中的七天 有些到一天的时间 比人到一天的时间 要长多了 那大家也肯定 比如说天上一年 天上一天 地下就一年 但是这样的说法 是不正确的 因为要投胎到地狱 或者是 或色界天 就打错了 的中医生 如果要像那些 道中的七天时间 那么久 就会产生很大的谬误 也就是主张在 投胎转世的 因缘表具足时 这些中医生 必须停留在 中医生状态 好几百万年 这个讲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很多韩国电影 跟日本电影 他会讲到特别多 就是很多人 他一直觉得心有怨气 或者是他觉得 自己的死很不公平 所以他 或者他一直在纠结 纠结上一世 还有刚刚讲到的 我在纠结 我一直要轮回 投胎到人道 一直我下辈子 还想去当人 那这个时候的话 中医生的话 就会一直停留 在中医的状态 好几百万年 无法转世了 死后离开身体的方式 一个要投胎到地狱中的人 神识会从他的肛门 离开身体 当然也有会说 从口腔 不一定 一定是从肛门 要投胎到恶鬼道中的人 一时会从嘴巴离开身体 到畜生道中的人 一时会从尿道离开身体 要投胎到人道中的人 一时会从眼睛离开身体 要投胎到欲界天道中的人 一时会从肚脐离开身体 要投胎到夜叉道的人 一时会从鼻子离开身体 要投胎到幻化成就的神道 或人非人的人 一时会从耳朵离开身体 那要投胎到色界天道中的人 一时会从我们的双眉间离开身体 一时会从我们的头顶离开身体 那这几个解释的话 就是说我们因为 大家知不知道 可能有听说过金驴玉衣吧 很多帝王他死后会选择金驴玉衣 用所谓的玉器 去把它的这一些 就是说 我刚刚这一页介绍到的 玉器介绍到的地方 全部堵起来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可以得到更好的升天 或者是转世投胎 那也可以说 他们的灵魂可以更好地去升天 这些其实有很多 大家生活当中 或者是大家的阅历当中 接触到的多东西 其实都是跟今天介绍的中阴森 也就是我们说的 《西藏度王经》这本书 介绍到的是一致的 知觉 世青在据色论中解释到 其他同类型的中阴森 和有天眼的人 可以看见中阴森 关于天眼 同生下来就有天眼 是最不亲近的天眼 但透过先前禅定力量 得到的天眼是亲近的 世青在据色论识中 也曾解释过 较高层级的中阴森 可以察觉较低层级的中阴森 当然这个的话 是有很多的 就是算法国家的学者 他们在 刚才说到 他们在做一些 大量的填料的时候 得到的一个总结 同时的话 我可以在脱离PPT 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 中阴森的现象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中阴森的现象是什么 因为我 那张图可能不太方便 放在我们的PPT 就当中 它其实中阴森的话 是分为三个阶段 一个叫做中阴的前期 中阴森 还有中阴后期 中阴前期是什么时候呢 是我们在临终前 临终前一直到死后 这个整个八个小时的时间 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一半 也就是临终前的四个小时 到死后的八个小时 加起来总共大概 是八个小时左右 那这个中阴前期 会有什么现象呢 我们就是 刚刚说的五蕴 五蕴的我们的感受 逐渐的消失 然后我们的肉身 我们的气身 就是我们的精气神 包括我们的肉体 都开始败坏 那还有就是 呼吸停止 呼吸停止 那也就是我们 一般所称的死亡了 那中阴前期的话 还会有一种叫做 出现 在藏上佛教当中 我们会说出现地光明 地光明 还有就是 我们的神识脱离肉体 这就是我们 神识脱离肉体 佛教所称的死亡 是神识脱离肉体 这才是佛教所认可 真正的死亡 那中阴期的时候呢 第二个阶段是中阴期 中阴期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的神识脱离肉体 决定投生的为止 我们刚刚有讲到的 49天的时候 49天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从中阴生 逐渐变成来世的生意 刚刚前几节我们也说到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 转世成下意识 婴儿的那种状态 那中阴的后期 中阴的后期是什么呢 中阴的后期就是 决定转世 一直到露胎为止 时间很短 非常快 就是我们 我们决定转世之后 我们就会立马就会出现 我们的婴儿的 婴儿的那种状态 然后呢 一直就会立马 投胎到 投胎到我们 那个母亲的实生体当中 这个时间是特别特别的短 那这一段 中阴后期的话 它也叫做露胎 那这个都就简单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 我们中阴生的一个阶段 大小 世青在巨舍论识中解释说 我们这个婆娑世界 人的中阴生像五六岁的小孩 那么大 但是呢 这句说并非大家都一致 这么确定的接受 那因为前面我们也讲到了 我们更多的学者呢 是认为 中阴生的话 其实是像婴儿的那个 就那么大的状态 而不会说 像五六岁的小孩那么大 样子 无助在地论中提到 对于要往畜生道 恶鬼道和地狱道等 三恶道投胎的中阴生 三恶道看起来像是 长朝的黑旗 或者像很暗的夜晚 但是呢 对于要往人道 阿修罗道 还有天道 这三善道投胎的中阴生 三善道看起来像 长朝的白布 或者像有月光照射的一个 夜晚 颜色 教授阿难陀路 《舞台经》中解释 地狱道中阴生的身体颜色 像正被火在燃烧的木头 恶鬼道中阴生的身体 颜色像水 畜生道的中阴生身体 颜色像烟雾 欲界天或人道中阴生的身体 能像黄金 色界天道 中阴生的身体颜色像白色的 其实这个的话 我想也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颜色 就例如说我们转世到任何 这一页他有介绍的时候 我们转世到任何一个 轮回到六道的时候的话 它是它呈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五种强烈的光明 就是在中阴生的时候 会有五种强烈的光明 都会伴随着雷轰般的响亮 也就是说我们在中阴生的时候的话 我们可能会听到耳边 会传来特别特别大的那种 电场雷鸣的声音 这五种光明的话 会是先后交替出现的 而且能在这一页 讲到的这几个颜色之外 在这之间还会有六种 柔和暗淡的光明出现 五种强光的话 总结一下就分为 蓝光 清净白光 黄光 红色 宝燕妙光 还有强烈的绿光 这五种颜色 将我们的神识会融入到 这五大的光明当中 涌断轮回 六种 我们刚才还说到 就是在介绍 就是说刚才我说到 还有六种柔和暗淡的光 是什么光呢 天道之微白光 人道之浅黄光 阿修罗道之淡绿光 地狱道之黑烟 恶鬼道之淡红光 深处道之浅蓝光 进入这六种道 如果说我们死后 在中心生的状态之后 可以看到这六种光 的任何一种 任何一个颜色 任何一道 也就是说我们中心生 以及投胎到六道轮回之中了 所以呢 如果各位 如果信仰就这些的话 如果我们在死后 中心生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有一个 有最重要的执念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 跟着最亮眼 最强烈的那个光走 千万不要去搭理 我刚才说的那些暗淡的光 就是或者是 暗处 不要去暗处 哪里的光越亮 越亮 越强烈 你就跟着那道光走 就没错了 好 那 形状 事情在据色论中 说到 中心生有漏身的样子 或是 未来将要淘汰的形状 至先前状态的形状 状态可以分成四种 第一种是出生的状态 连结到新生命的第一时刻 第二个 先前状态 再速结到 新生命的第一个 应该是连结 我答错了 再连结到新生 连结到新生命的第一个时刻之后 到死亡状态之间的存在 第三个是死亡的状态 在死亡最后期间 或经历死亡 明光的那段时间的存在 那最后又是中心状态了 在死亡状态 与出生状态之间 发生的存在 运动方式 还是无助在地论当中提到的 天人的中心生向上走 人的中心生直走 三恶道的中心生 头在下的往下走 这个就是 我配的那张图 哇 可能大家可以用这个图 然后稍微把这段话给带录一下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方式 其实刚刚介绍到的那一些 刚刚介绍的以上那几页介绍的 大家有看到很多都是一些 印度的润失 收获在公元前 或者是至少是大几百年前之前的那一些著名的论师 他们有实际考证过 并且在他们的经典的佛经教理上面 有用文字记载下来 其实还想跟大家说的是 有一些人 尤其是在我们国家 有一些人会请僧人办法会 或者是做一些超度 就是说只要讲究方式方法 还是可以成功的投胎为人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执念不能那么强 但是人的潜意识 我们在中阴生 或者是我们刚在我们的生理 或者在医学上面 我们人死死亡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生成的记忆 对转世影响也非常的大 一般人不管功德多少 就这一世你做了多少的善事 做了多少的功德 临终的那一个念头是至关重要的 地 水 火 风 空见石的元元素 所以往生者会经历 在中阴生这个状态会经历地动商摇 台风暴雨 电伞雷鸣 这些自然灾害的现象 那我们就说一切相皆是虚妄 无相 不挂相 就是不管是汉地 汉传佛教 还是藏传佛教来说的话 我们就说不要太着想 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一世 只不过是我们这一世的游戏规则而已 对 三界 那我们看到第二次三页的皮肥体 三界是为了生在御界或者是色界 一定要通过中阴生才能够 因此宗喀巴 宗喀巴我们在菩提道次帝广润 有主张那些放了无奸罪而得到立即报应的人 是没有中阴生是不对的 宗喀巴是谁呢 宗喀巴呢 就是宗喀巴的话是 就是他的还有两个大弟子 就是我们第一世的达赖跟班禅 然后呢 我们现在去的青海西宁 有一个著名的藏床寺庙 叫陶尔寺 那也就是他的出生地 那宗喀巴也是我们藏床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 什么叫做格鲁派呢 大家很好去辨别 只要我们有看到藏床佛教的僧人啊 他们穿着身袍 身袍可能还不太容易分辨得出来 但是呢 他们的帽子的颜色只要是黄色的 那一定是格鲁派 所以呢 宗喀巴大师所创立的格鲁派呢 又被 现在啊 又被大家给称为黄教 黄色的那个黄 他们就戴着黄色的帽子 嗯 好 但是身在空无边 食无边 无所有和飞响 和飞响飞响的 飞飞响的无色界中 是没有中阴身的 这是因为无色界众生之明的基础 即新王和新所有的法 食运在此处就形成了 一个要往生到无色界的人 在死亡明光之中 启动无色的禅定 没有所谓从死亡明光中 升起的进成就心和逆转过程 因为这会是中阴心 因此无色界并不是跟欲界和色界分开的另一个地方 当然还有我们的特殊的中阴身 世青在巨舍论师中 还有龙智论师在密集金刚成就次第法中有提到 有一种特别的中阴身 即一身补触菩萨 离开都帅天 进入母亲子宫 这个中阴身是拥有32相 80随形好庄严的青年 身上发散的亮光照耀 十亿个四大洲 每个世界中的中央都有 虚明明山四大洲和八小洲 就是说有福报积德行上的人 之前前面也有讲到一点 他的身上往生以后 他的身上其实是会带有一种香气 他过世了之后 头顶 就是人厌气之后 他的头顶甚至会有乐气 走的话 他走的时候 他的面容十分的安详跟平和 就跟睡着了一样 我们就称这种人 会就是得到了一种善终 那这种的话 就是会特别呢 会可能就会产生 这一页PPT所讲到的 特殊的中阴身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最后再脱离PPT 再讲一句 就是中阴身 很简单 就是人死了的灵魂 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的身体 已经挂了 但是呢 另一个身体还没有衔接上 没有配合上的状态 就是暂时还没有match上的这个阶段啊 就是就叫做中阴身 南怀景老师呢 就是说 人中国人啊 是生不认魂的 就是生的时候 就生命的生啊 我们在生 在生的时候 是不会认识自己的魂魄的啊 就很多电影 大家可能 就是在 在看的时候 都会有类似的镜头 奇异博士 神通 2012 这些很多国外的电影啊 因为我们可能 国内有一些 可能确实不太好拍啊 就 就是 尤其是 这几年 嗯 很多的编剧 还有导演 外国的编剧跟导演 他们对中阴身的了解 其实特别特别的深刻 如果大家 带着今天的分享的内容 去看很多的大制作 会发现我很多的电影啊 真的有带到这一些的 哲学思想 那我们看到 这25页到处第二页的PPT 就是中 中阴救度 救度十亿 我们刚刚说 王者的心识将幻化文武百尊 这个的话 我刚刚有介绍到啊 为寂静本尊项 42尊 愤怒项 58尊 以强烈光体现 根据连华生大士所说 只要王者在中阴时期 辨识出文武百尊的任何一尊 当下即可融入本尊观体中 的获得解脱 如果有正确方法的引导 灵魂在此期间 可以得到解脱 出离轮回 所以中阴救度的意识 非常重要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总结一下 中阴救度 是指中阴身的时候 透过我们的佛法的力量 帮助王者脱离烦恼 达到解脱的目的 中阴身是 就是我们指 我们人死亡以后啊 我们的神识 离开肉体投胎前的那一段时间 在佛教当中 确实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帮 可以帮助中阴身的众生 对 然后 例如呢 我们有一些 请中阴身来听闻佛法呀 化解心结呀 去除烦恼啊 以及让有缘的鬼神 关系 以此为其 结善缘的功德 达到超度的效果 那最后 最后呢 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是一个 暂时还是无信仰啊 没有无信仰 无宗教信仰的人 只是我当成对 藏传佛教会比较感兴趣 那也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 那所以今天给大家就是 分享 就藏传佛教的 死亡 中阴和转世 最后呢 祝大家平安喜乐 然后这一页的配图的堂卡呢 就是刚刚上一页所说到的 中阴文物百中的堂卡 好的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 祝博士非常精彩 以及非常专业的分享 说实话 这个 关于 藏传佛教的分享 也是我们红山学社 第一次 有这样的主题 非常的 有意思 对 我们这个对话框里 也有同学问 藏传佛教 修神通 如他心通 天眼通 是真的能修出来的吗 其实 跟大家稍微分享 就是我们班啊 我们班 我们班就是 就现在我在福人大学 宗教学系的这个班上 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法师 一位大和尚 那 而且呢 我们班有一位牧师 一位神父 两位民间信仰 还有一位 命理风水学的大师 同时还有一位 还有 还有信教 信教 信教 还有一位是信奉日本 是联宗 还是哪个宗派的 我也忘了 对 就是我们班 其实是一个比较多元的 那刚刚这位同学 有问到说这个是否能够 真正的可以到 我们所说的 休息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我认为啊 就是在我 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 我所接触到的 汉传佛教 或者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 他们告诉我是可以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跟个人的 跟个人经验会比较 就个人的那种 神秘经验吧 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密切经验 会比较 会比较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从个人身上 我只能说我自己是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 看到 非常感谢 还有什么同学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 就是 就是现在可以上 看到 我有见到一种说法 藏传佛教 是蒙古族 那个 稍等我看一下 我打开到聊天室 我这边可以帮你阅读 没事没事我看到了 从而使满清更加容易的蒙古族失去了 陈基斯汉时代的战斗力 从而更容易被满清更容易的统治 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听到这些状态 首先藏传佛教 我先回答您上一个问题 你说的是 使蒙古族失去了 陈基斯汉时代的战斗力 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提到一个人 他是 他是我们两位好了 一位叫做巴斯巴 巴斯巴大师 他是在蒙古地区 藏传佛教领域内 一位举足轻重的一位人 然后还有的一位 是我们所说的张家活佛 张家活佛 上个世纪 就是上一世的 上一世的张家活佛 已经被 展介石那个时候 跟着国民党一起到了台湾 然后也就是说张家活佛的话 也就是说他不会再转世了 那张家活佛的话 他也是蒙古地区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 一位特别重要的一位活佛 然后他的座船是在青海 青海的互助线 那您刚刚这个问题 您刚刚这个问题不是说的是 蒙古族 藏传佛教是蒙古族 失去了成吉思汗的时代的战斗力 藏传佛教 陆中以来 我们说 我们说藏传佛教 在那个我们的中国的土地上面 生根发芽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代 大家可以看 如果说研究历史的话 但是您这个问题的话 是有一些学者 还是赞成这个说法的 因为藏传佛教的话 从而更容易被满清 从而更容易被满清统治 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们的 我觉得藏传佛教 可能他们提到的元素 不是最主要的 但是多少肯定会有 还有清朝时期 非常推崇藏传佛教 在东亚和南亚的地区 这么给大家介绍吧 清朝灭亡 一直到现在 一百多年的时间以来 藏传佛教的思想中心 一直到现在 只有中国大陆和台湾 可以叫做 藏传佛教的思想传播中心 哪怕我们说某一位 他现在跑到了印度去 就是那一对 我们某一位大师 上个世纪一末 跑到了印度去 但是印度现在 还是不能说 印度藏人自治的那一块区域 是所谓的 所谓的藏传佛教的思维 思思想中心 但台湾是 台湾是 因为台湾的话 你会发现 我在台湾 因为已经待了快十年了 其实尤其在台北 在路上 其实会经常看到 流亡政府 跟着去印度的那一些 喇嘛 一些藏传佛教的僧人 他们其实会选择台湾 来进行红靶 进行藏传佛教的传播 对 我见过非常非常多 那南亚的话 东亚和南亚 东亚和南亚的话 东亚的话 我觉得就是现在 我们可能有受到 日本的话 我倒是还比较少 听说 但南亚的话 其实有很多 还是受到了藏传佛教 跟南传佛教 就是我们都说的 小城佛教 就是上座部佛教 就是我们说的 东亚那些国家的佛教 进行了融合 有一些融合学派 对 不知道这个问题 有没有回答到你 因为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 你说的是 藏传佛教史的蒙古族 失去了成绩四行时代的战斗力 从而被满清 跟着隆越的统治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小部分的学者 他们所认为的 我觉得真正影响到 蒙古人的战斗力的话 我觉得藏传佛教 只是一个很小的诱因吧 对 好 那下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应到 你的问题 如果说你有 如果说你觉得不对的话 您可以再发问 也可以 还有下一个就是 贵校申请去学习的要求 是什么样的 毕业以后会有 会有什么结果 我不知道 这位曼大的建筑同学 就是说的意思是 因为我们大陆人 现在来台湾 也很多人问我 我们从2019年之后 两岸就已经 就是没有学卫生了 也就是没有正式的学卫生 因为说2019年是最后一批 可以到台湾上学 就是上学的大陆级的学卫生 那现在台湾招收大陆人的话 也只能是你 已经在台湾 休息大学部的课程 或者是硕士的 或者是硕士的时候 你们从台湾的学校毕业 才能申请台湾的博士 就是已经 但前几年是可以 19年之前是可以的 他开放了大陆的 有一百多所的学校 是可以申请台湾的硕博士的 那现在就不行了 因为某一种 关系不太好 然后还有什么同学有问题吗 在学术交流中 向其他地区 或者宗教文化背景的人 介绍藏传佛教会遇到哪些障碍吗 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 其实因为群里面有很多 包括现在在线上的小伙伴 我相信有很多 是从欧美的学校毕业的博士 或者是现在目前在欧美 还在上学的同学 其实在很多的文献 或者是在一些我们的研讨会 国际上的研讨会来说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把西藏跟中国是分开来讨论的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问说 包括西藏是否属于中国这个问题 都是老生长堂的一个话题 当然介绍藏传佛教 遇到哪些障碍 一个是说 那你是一个汉人 而且我家在福建 离藏地最近的四川 四川的藏地也有两千多公里 那他们会说 那我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际会 然后去休息藏传佛教 然后这也是他们会问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 就是完全是自己感兴趣 因为他有 藏传佛教他目前来说的话 我认为比汉传佛教要神秘的多 正是因为这种神秘感 他驱使着我 又想要去了解他 对 那我觉得介绍这种的话 就是倒还好 而且在台湾的话 我刚才有说到台湾的话是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其实台湾真的有非常非常多 藏传佛教的僧人 他们自己在 甚至台湾人 也有很多是信奉藏传佛教的 那藏传佛教的传播的话 现在已经到了欧美 然后甚至在前几年 有一位活佛 居然还提醒了 我们的藏传佛教的 还提醒申请了一位南美的一位白人 就是认可他成为了某一位活佛的转世 居然是一位白人 然后这个我觉得也很 也很 就有点莫名其妙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 在现代来说 藏传佛教的一种传播的手段 那他其中的真伟或者是真伟跟他的一个认可度的话 我觉得那可能大家有兴趣到可以再去研究探讨一下 这可能不太方便 研究藏传佛教定要学习藏文吗 就是最好是 最好是 因为你想要研究藏传佛教的话 尤其是你想要做一些 不管是智化还是量化的调查 还是田野调查 如果你不会藏文的话 其实你去一些藏区 或者是跟一些藏人喇嘛 藏人藏传佛教的僧人 跟他们沟通的话 你想了解到一些比较细致 跟深入的一些问题 他们也不太会用 不太会用就是中文普通话国语 来跟你去做解释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学习藏文呢 是我们刚刚刚说到 藏传佛教是分为显宗跟密宗的 什么是显宗 就是显示的显明显的显 那显宗的话 顾名思义就是 我通过我的文字记载 我就用文字图片 记载在我的某一部经书 或者是一些实相上 那这个就叫做显宗 密宗的话是什么呢 密宗的话就是完全 你的上师通过密咒 他的咒语 他的密咒 他的一些行为 他的一些传法 甚至是我们说所谓的灌顶 灌顶的话 灌顶然后让你去得到一些 所谓的密宗 密宗不为世人所接受的 或者是不为世人所传播的一种 藏传佛教的学习方法 当然我们学校的话是 所有的老师啊 如果说 如果说他觉得你有兴趣在修习藏文的时候 他们修习藏传佛教的时候 跟我们做博士交流 因为在我们学校的话 其实研究佛教的其实不多 因为佛仁大学 台湾佛仁大学是 是亚洲唯二 唯二之一的宗座大学 所以呢更多的话 其实大家可能研究的领域都在神学啊 就神学领域上 研究藏传佛教的确实比较少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针对别的一些 问题也是可以的 请问另外一所大学 它是哪一所大学 日本上智大学 就是说我们跟 比如说我们跟菲律宾啊 马来西亚 或者是一些很多欧美的国家 也会有很多天主教大学 但是属于中座 就是罗马教廷 就是指管的大学的话 亚洲只有两座 那辅仁大学 1952年还是多少年吧 应该是1952年 53年的时候 从北京 从北京就是 就是那个 拆分合并成了 现在的哲学 辅仁大学的哲学专业的话 就是合并到了北京大学的哲学部 那 1962 1963年 1960年代初的时候 辅仁大学在台北副校的时候 招的第一批学生二十几位 全部都是研究哲学的 所以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1952 1952年的时候 辅仁大学 因为它的背景 它是中座大学 它是教 它是一所教会大学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也是它撤销的 在北京撤销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好的 有中英生相关的文献推荐吗 其实就是 其实大家 如果刚刚看 我刚刚讲的一些很多内容 它其实都是 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叫做中英得度法这本书 但中英得度法这本书 你会看着 如果不是学宗教学 或者是 之前没有接触过 藏仁扶梢的话 读起来可能会很难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很推荐大家 去看一本书 就是它现在传播的 还挺广的 就叫做西藏生死书 对 我可以打在上面 西藏生死书 基本上涵盖了 也没有说涵盖吧 但是呢 可以把 可以把大概的 这样的一些 就是我刚刚说的 中英的内容 大家可能会理解的 会更好一点 当然中英的话 大家去织网或者是去一些外网上的一些说博士的论文上面也有人写 有电子中吗 可以 我是没有 我只有直制的 我没有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它的电子版 对 因为刚好我那本书做了很多的 我刚好我需要做很多多的笔记 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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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它的电子版 当然大家可以买一下 中英文道德度 对 这个灵魂学说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 中英文道德度的话 就是 当然我不建议去看 当然我刚刚说的 我刚刚说的中英德度法又叫做西藏度王经 那我不知道说这本书是不是翻译也翻译成了中英文道德度法 那可是最标准性的学者最推崇的就是 中英德度法跟西藏度王经 他的翻译是这个中英德度法 对 中英德度法 我带上去 还有还有 嗯 其实有事有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参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讨论啊 因为可能不太可能不太 就是我们在一些微信群可能不太方便去聊这样的一些话题 对 然后因为这个在 所以呢 基本上也没有这样的去 而且我聊这种话题的话 或者说我研究 就是中英这一块的话 也是私下跟我的老师有一定的交流 对 稍等我先把那个 好像也没有 就是Facebook或者是推特上 我也没看到有这个有这个相关的那个 有这个相关的群 因为 这个算是一个特别特别 也不算很特别 但是算比较 比较小众的一个 比较小众的一个 一个一个研究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 因为到现在为止的话 其实 但是刚刚所谓的说到一些中英生活的中英的状态 都是学者啊 包括大陆也有 我们国内或大陆也有很多学者也研究过 但是都不太深入 因为这个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 还有是你如果作为一个汉人来的汉人的话 你想要研究藏同佛教当中的中英生或者中英的话 你除非你要有就是跟你很熟悉很熟弱的藏族同胞 然后并且这个藏族同胞还会带你去藏地 亲自去去体验跟了解 不好意思我先回答一下上面那位同学 藏族同胞在日本传播是什么状况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传法跟红法 不管它是任何的教派还是任何的属性 跟跟他政府所倡导的 还有跟他跟他政府 跟他所在所在的社会 国家或者是地区的政府所倡导的一些政治观念 我觉得是比较能契合上的 但是藏族同胞在日本的传播其实是有交流 其实每年的话 就是美国有一个叫做什么那个藏人的一个什么基金会 他们每年都会有去日本进行交流 但是这个交流的本身 首先日本的话 更多的它其实是受到我们日本 日本是受到我们的联宗 也就是我们国内所说的维时钟 维时钟就是江西庐山东林寺 就是我们的佛教维时钟的祖庭 日本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是受到维时钟 就佛教里面 受到维时钟的影响会比较大 对但是藏传佛教日本的传播的话 我只能说 其实我问过很多的喇嘛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应该是能说的 我问过很多喇嘛 他们其实也不太觉得日本的这样 目前现在这个社会环境是适合 就藏传佛教进行红把的一个地区 对一个优惠国家 然后还有就是对中英的研究会 和道教的类似问题进行研究 我觉得道教我没有接触过 但是我有个学长 我有很多学长 他们会跟民间信仰进行 就很多我身边同学或者是朋友 还有各位学者 如果说非宗教学 或者是不是这个领域的 或者不太懂这个领域的话 很多会把道教跟民间信仰给混为一谈 对 那包括我刚刚有说到 在PPT有说到我们说的一些头期 我们说的座期 其实最早的话 其实是由佛教提出来的 那很多人以为可能是道教 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 那没有深刻的比较过 但是有跟民间信仰 我们的一些婚丧嫁娶上面 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丧仪上面 有跟民间信仰上有对比 就对比过 但是也不是很深刻 还有其他同学有问题吗 但是我觉得 就是大家问的问题 各位学者问的问题都挺好的 因为基本上这些问题 我们也很难通过 通过网络上的一些检索 去能搜索得到 因为大家问的问题 可能都会比较偏 偏 偏那个 偏一定要有一个访谈之后 可能才会有的一些问题 还有其他同学 就对宗教学 或者是赞同佛教 如果从宗教研究这条路径的 就是 我们 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 有一定有多少会跟的人 只是说 因为我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讲到 我其实是一个跨专业的一个 现在 现在就是 就包括我的研究方向是宗教学 我的本科是艺术管理与艺术经济 然后我比较偏 偏影视产业 影视跟文化产业管理的这方面 然后所以我之前 有深耕在影视行业里面很久 然后也做过艺人 或者艺术家的经纪人 然后我的 硕士读的是传播学 也有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博士不接着念传播呢 我觉得 并不是我自己在传播学的 有多么的专精 只是觉得传播对我来说 已经到一定的阶段 我认为对于我自己来说 在 因为我之前读了两个传播学的专业 然后都是跟传播相关的 而且我 我第二个硕士是在 是在一所 也是在一所宗教大学 宗教大学 我篇的是宗教传播 然后呢 我有认识好几位的一个一些 就是在我们宗教界的一些大拿 然后呢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宗教学 其实还挺好玩的 因为它也是属于哲学的 一个重要分支 那我们毕竟那样也是 一个哲学学位 其实在我们学校 学宗教学 并没有说 一定要 一定要研究 就是宗教的一些 一些教义 一些基本教义 而且我们更多的是 学习宗教理论与方法 宗教理论与方法 还有那种宗教比较与交谈 那是我们学校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教学方向 当然我在 中宗教学的学习过程当中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的话 可能你遇到很多的一些 人生问题的时候 要抉择的时候 很多很多很多时候 可以用一些宗教 宗教的宗教学的一些理论知识 来来告诉自己一个一个答案 会让 同时到我觉得也是 可以帮身边的朋友 解决一些 人生问题吧 对 还有 谢谢祝国师的解答 对 我们同时还有问题吗 能列举几个例子吗 就是 什么样的例子呢 就是 对 因为宗教学的话 就是 因为我们系上有几位老师 我们刚说到了 就是南淮金老师 就是从大陆上世纪的时候 来台湾 他也曾在福人大学 有任教过 那我们都知道 南淮金老师的背景 他确实算是比较大咖的 还有一位就是目前 目前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很有名的教授 叫做那个傅佩荣老师 富佩荣的他的大学也是毕业于 福人大学的哲学系 那我刚刚说的解决问题的话 可能是大家可能会问我从命理上 我们所说的八字命盘 就是可以 可以帮助身边的朋友在一个阶段 解决一些问题 还有的话可能就是通过一些佛法 我们的佛法 佛法的经典上面 大师所说的一些口吻 其实更多的时候 可能还大家比较想要跟我聊的 还是能不能帮我看看相 说说密盘什么的 但是呢 这个我们不敢说 我们学者有多么的精硬 这个完全是靠时间积累的 对 这个我们就带过就好 好的 觉得祝国师的这个专业非常有意思 因为 因为更多的话 可能就刚刚这位杨老师说的 杨老师问的一样的 可能更多人觉得中教学的话 就是大众比较感兴趣 就是他的一些神秘的东西 神秘的经验 神秘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到 就刚刚杨老师问的 关于风水跟命理 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 对 还有还有其他的朋友吗 好 目前看是大家 大家没有其他问题了 那我也给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红杉学社后一期的 这个讲座分享 我们后面呢 会有关于这个医学方面的知识分享 还有关于这个AI大模型 然后以及这个健身减脂 是由这个健康体育方面的 以及莎士比亚戏剧 如果大家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关注我们红杉学社 每周三相同时间的这个讲座的分享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朱博士为我们分享的这个 将传佛教的知识 然后也确实觉得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希望我们后面有机会 还可以邀请到朱博士 来我们红杉学社 做这个相关话题的分享 好 所以最后谢谢主办方的邀请 如果各位有什么别的问题 可以私下讨论的话 我们也可以就是在群里面 添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 私下里面有个探讨 因为确实宗教学有很多 就是公开的话 比较大众化的问题是可以 但是有一些神秘经验 或者是比较一些 所谓的密切经验的话 包括一些最近比较火的周易 或者是易经的知识的话 可能我们进行 小范围的聊天会更好 谢谢 好的 谢谢朱博士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 好 我们同学也说 这课非常有趣 谢谢朱博士 希望我们以后还可以 有心邀请朱博士 来我们红杉学社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 拜拜 拜拜